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塑料污染谈判中确保国家利益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越南国家电视台国际频道的今日越南节目 下面播报详细内容 国会主席王庭慧今天3月28日上午在国会大厦 会见了赴越出席新时代越日联合唱义第一阶段启动会的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下属日月经济委员会的共同主席 腾本正义和编户正乡 以及日本大型集团代表团议行 在会见中 两位主席和日本习业代表表示 希望扩大对越投资 探讨高速智能力资源培训问题 希望越南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改善投资环境等等 本帝会主席建议日月经济委员会和经济团体联会 继续与越南有关部门协调配合 加强政策对话 新越南有关部门提供有关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 今年不优化越南投资环境等等的建议 为日本企业加大对越投资发挥桥梁作用 美国商务部DOC已宣布对原产于越南、印度和厄瓜多尔的虾类 征收初步返补贴税 从本周末开始 从这三个国家进口到美国的养殖虾 很可能会被迫缴纳2%到196%的初步返补贴保证金 具体来说 越南STAR PMX公司的保证金要求为2.84% 通顺公司为169.4% 196.4% 其他越南供应求纳率为2.84% 如果调查人员确定出口国没有提供非法补贴 或者补贴行为不对美国国内虾产业造成损害 那么税款将被退还 最越南水产加工与出口协会称 今年前两个月 龙虾出口额同比增长了17倍 达近3000万美元 这些信息为龙虾养殖农减少了后顾之忧 去年龙虾出口面临了诸多困难 南中部是全国龙虾主要养殖区 此时人们最关心的就是 未来几个月龙虾出口是否能保持复苏势头 南中部省份海域养殖的龙虾类有两种 为蓝龙虾和棉龙虾 从去年中旬以来 中国将棉龙虾变入宾威野生动物名录后 棉龙虾的生产和销售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只有蓝龙虾仍顺利出口 蓝龙虾占南中部龙虾总产量的75% 年产量为4000吨 蓝龙虾一公斤价格从去年的80万月顿 今年涨到100万月顿 蓝龙虾需求量大 购买量增加 因此一公斤售价上涨至100万月顿 今年前几个月 龙虾出口强劲增长 有关棉龙虾进口问题已得到中方受理 预计越南棉龙虾出口中国市场将在特殊机制下进行 在等待打开棉龙虾出口市场的同时 南中部省份已开始改变养殖区 以适应市场 养殖户正在监测观察市场 并选择合适养殖种类 逐渐减少棉龙虾产量 以避免因无法出口造成的损失 市场对蓝龙虾的需求非常大 为何不加大生产 其次 我认为生产过程必须以可持续发展 和官方出口为目标 龙虾养殖是南中部省份人民的重要生计 养殖龙虾的经验和技术已经牢牢掌握 剩下的问题是养殖户要及时转变方向 满足龙虾官方出口的要求 这也是保持龙虾出口复苏势头的关键 政府总理刚批准关于平均零售电价调整机制的规定 据此电价调整周期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 具体来说 当平均售电价格与现行电价相比下降1%以上 扩展上涨3%以上时 允许相应调整电价 最短调整时间为 自最近一次电价调整之日起3个月 关于调整权限 当平均售电价格就要现行价格下降1%或以上时 越南电力集团EVN负责相应的下调 平均售电价格需要调高3%到5%以下 EVN有权自行调整 而政府从5%至10%以下EVN或工商部批准后 可进行相应调整 政府从10%以上或者影响宏观经济形势 那么工商部必须综合相关部委的意见 地层政府总理审批 装机容量大于30兆瓦的发电厂 需要办理登记手续 并允许直接参与电力市场 可再生能源发电厂 若容量大于10兆瓦 也有权选择直接参与市场 这些都是运营竞争性批发电力市场 限定草案的新亮点 然而目前的问题就是 如何动员电力供应员 以确保电力来源监管工作中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自2019年得到部署以来 历经5年多的时间 截至目前 已有108家电厂 直接参与竞争性批发电力市场 总容量约3.1万兆瓦 所占总容量的比例相当低 电力投资者必须有盈利 而利润基于两个因素 第一个重要因素是价格 其次是在最大发电量的基础上 同时需要承受投资风险 需要改变 需要有突破性的创意 就是说发电厂的主体 能够与最终消费者谈判 电力集团只是其中一个买家 而不是只有电力集团是买家 要求是建立一个平等竞争的批发电力市场 以及资源调动的透明度 关于运营竞争性批发电力市场的新规定包括 火电1000瓦时底价为一块月盾 上限电价每年确认和每月调整 水电1000瓦时底价为零月盾 上限电价每周确定等规定优化了购电成本 提高了电厂参与市场的主动性 我们将投标周期和审核周期 从60分钟调整为30分钟 并将投标队数量从5对投标队增加到10对投标队 以符合客户与发电和可再生能源单位之间 直接的电力交易计划 我们要创新电力生产和整个电力 供应链的核算方式 建议在2024年 我们要正确全面地计算合理的生产成本和输配电价 因此透明的电力调动价格机制 确保市场化运作将是吸引能源投资项目 确保使电力项目的用户和投资者都从中受益 为减轻经济压力做出贡献 一些银行的存款利率在长期处于低水平后 以而再次上升 越南繁荣股份商业银行VP班 从昨天27日起调整所有存款期限的利率 西贡河内银行SHB 西贡银行Sagun Bank和建出口银行XM Bank 也将部分存款期限调高了利率 与此同时降息趋势依然普遍 越南国际商业银行VIP和亚洲商业银行ACB 刚刚通知降低存款利率 而越南投资发展银行BIDV 越南工商银行Bitin Bank 越南农业银行Agribank等一系列大型银行 均已将年存款利率降至5%以下 专家预测存款利率可能在今年一季度见底 越南继续成为外资企业的投资乐土 今年前两个月 越南引进外资总额超过42.9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38.6% 然而许多国际金融机构都认为 为了获得高质量的外资来源 实现可持续增长 越南需要解决劳动生产率低 物流系统薄弱和政策缺乏一致性等的瓶颈 专家表示 吸引外资的竞争日益激烈 越南首先需要解决的瓶颈就是劳动生产率 目前越南的劳动生产率仍低于东盟其他国家 每小时工作产出仅为9.7 而东盟一些国家为10至26 目前越南劳动生产率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工人们缺乏许多职业技能 如技术以及管理领域的技能 这些问题都需要尽快解决 人力资源的质量对于吸引外资项目 以及提升越南投资市场的吸引力极为重要 要注重与大型企业的合作 让大学学生有机会实习和熟悉专业 且高效率的工作环境 我们应该在全国范围投资发展高等教育 而不只是大城市 下一个瓶颈是 与地区其他国家相比 目前越南物流系统的效率较低 交货时间和可追溯性仍然有限 物流基础设施没能满足国际标准 陆路运输占运输工具总量的74% 而需求则偏向海运和海港 高速公路需要有效连接各地 并与海港、机场和火车站等交通系统连接 开发连接各地方的高铁系统也非常重要 现代的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基础设施 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据汇丰全球连接的最新调查结果 各项法律的修改补充 是驻越外企面临的两大挑战之一 其中30%参与调查的企业表示 他们在适应快速变化的政策法律法规 遇到了不少困难 越南各地的投资许可程序仍存在差异 许多法规在全国各省之间的适用并不统一 高质量的外资项目往往投资于大片地区 而不仅是一两个地方 各地方之间政策的一致性 对于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 要确保项目审批时间快捷便利 各地方之间的政策同步一致 这将有助于增强越南在地区国家 吸引外资竞赛中的竞争力 世界银行公布的越南经济更新报告指出 越南被评价为全球GDP增速最快的国家 而大量的外资资金流动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想要保持高增长速度 创造外资企业与国内生产效益协调的发展环境 提高劳动生产率 继续改善营商环境 改进物流系统质量等 是越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接下来请关注 在塑料污染谈判中确保国家利益 传承弘扬乡村文化的年轻人 首个关于塑料污染的全球协议预计将于今年年底获批 今年4月第四轮谈判将在加拿大举行 尽管即将签入第四轮谈判 但实际上这将是成员国正式将协定内容进行谈判的第一轮 越南正在评估参与谈判的立场 以确保在共同对抗塑料污染斗争中的国家利益 于去年11月开始的第三轮谈判已分歧结束 欧盟雄心勃勃要求从2040年开始减少塑料产量 消除塑料污染情况 俄罗斯 中国 伊朗 沙特等产油国仍想正常生产 只控制回收阶段 在这两种意见之间 越南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即塑料污染非常严重 但塑料也是国内生产非常重要的材料 我们为全球减少塑料污染做出贡献 但也必须保护我国塑料行业 及塑料制造企业的权益 维持产业发展空间 塑料行业是越南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 盐增长率为16 18% 2023年 2023年塑料产量达954万吨 然而对于这一拥有3000多家小型企业的行业来说 想要转型 尤其是建设回收能力 需要尽快制定路线图 我认为这个协议会给塑料行业带来一定的挑战 特别是一次性产品生产企业 他们需要做好转型的准备工作 并逐步减少产量 改变业务 平衡国内生产实际情况和国际义务并不容易 但越南有足够的依据 在进入谈判时提出协调这两个问题的建议 我们建议应该制定豁免机制 也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会得到豁免责任 我们在废弃物领域拥有非常庞大的非正式力量 如果我们能够呼吁国际社会达成这项协议 从而加强对非正式力量的支持 那正是我们的优势 目前越南所有产品均采用塑料包装 相关材料转换路线图 需要在谈判时做出适当评估 避免导致人民的消费成本增加 或影响日常生计的情况 塑料垃圾已成为全球大问题 而限速减速可以从我做起 从小事做起 在国际市有一位新年姑娘 近五年来一直倡导绿色生活 她使用蔬菜和水果制作了各种清洁用品 还开设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绿色店铺 呼吁和鼓励人们尽量减少塑料瓶的使用和排放 在下面的报道中我们一起跟她会面吧 洗发水 护发素 沐浴露 洗洁精 地板清洁剂等等 消费者只需直接倒入自己带来的瓶子中 之后称重即可算钱付费 我刚才在装满了地板清洁剂 我觉得绿色生活可以从小事做起 青年朋友们更应该冲锋在前 让我们生活更加健康美好 近五年来 金恒做了很多事来改变人们使用塑料品的习惯 开设绿色店铺是其中之一 店铺的口号是 空瓶带来 装满回去 我们组织了一些活动 比如塑料品换农产品 为绿色地球收集起来 到菜市场 城里运河去收集塑料垃圾等等 至今回收利用了超过一吨塑料垃圾 这些清洁用品从蔬菜水果制成 例如牛油果 椰子 黄豆芽 柠檬 香茅 生姜等 把越南元素带入产品 并推向世界 是金恒坚持已久的梦想 绿色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潮流风尚 最近我跟一家瑞典集团谈工作 两天时间谈的全都是绿色发展 这也是很多国家长远的发展战略 所以我认为这些绿色产品很敢潮流 对外出口充满潜力 金恒还经常在绿色店铺开车间 指引人们用水果蔬菜制作清洁用品 蒙着眼睛 在黑暗中制作肥皂也是其中一项活动 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并与视力障碍人感同身受 因为在这里盲人占了店铺员工的大多数 面对干旱和咸水入侵影响全省生活用水的情况 金牛省人民委员会同意从省预算储备中拨款100亿元顿 致使部分地方应对困难 上述金牛将用于补助陈文石 优明和石平三等线份 为人民购买储水设备 此外 省人委会还责成农业与农村发展部 对现有工程的供水网络进行扩建 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用水需求 同时完成安装 管道和水表 据统计 目前全省约有2600多户家庭 应该看而缺乏生活用水 或者无法主动获取生活用水 一次意外 同塔省数学女老师阮氏明星 失去了一只腿 被别人恶意取外号 叫五腿小丑 但有家人和学生们的真情陪伴和无私支持 她在事业中与人得善 还剥下了善良的种子 成为了业者坚强的好榜样 阮氏明星 毕业于同塔大学数学师范系 被派去该省天远地区的一所高中学校任教 作为班主任 我会亲自到学生家问候 那天 我去一个学生的家 劝他不要半途而废 放弃学业 在回家的路上 我遇到交通事故 一辆卡车桥上失控下溜 撞到我 正处年轻貌美之时的他失去一腿 所有的理想和抱负随他而消失 对年轻女老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没法忍受 他曾经想放弃教师的工作 但学生们的关爱和关心让他振奋起来 并找回工作热情 我出事时 一个学生为我哭泣难过 几乎每天都在哭 他还说他宁愿代替我遭遇交通事故 宁愿用他的寿命来换我的腿 学生这么心疼我 我怎么能转行 阮老师于2015年成立一心志愿者小组 小组成员共19人 该小组注重筹集善款 为困境退休教师 独居老人 危重病人 孤儿和残疾人提供帮扶 阮老师成立的一心志愿者小组 以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点燃了心中的希望之灯 那时的我很悲观 一直有不想活的念头 幸好见到阮老师 她是一个细心体贴的女生 让我愿意把心事都告诉她 她没有向命运低头 我一个堂堂大男人 应向她学习才对 自己的真实经历让阮老师更能理解别人的苦衷 会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我总觉得我的运气比别人好 这为我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志愿服务工作 注入了强大动力 现在的年轻人是否只顾着追捧时代潮流 逐渐远离并遗忘传统文化价值 尤其是乡村美丽的文化风貌 这是在融入国际一体化进程中很多人顾虑的问题 因此目前有很多有意义的项目 效率优良的方法都也展开 展现了年轻人们在传统基础上 创造文化产品的新创意 在河内郊区土生土长 有着与乡村有关的童年记忆 近二十年来 吴贵德走遍了河内乡村 渴望重振传统手工艺村的活力 2006年 他推出了有关河内文化和历史的在线图书馆页面 并发起了工艺村旅游项目 得到了广泛人民群众的响应 从小就接触过很多手工艺品 比如古形画 东湖画 或者竹藤桌椅等等 从那时起 我逐渐对这些手工产品产生了热爱 手工艺村的人手大幅减少 人们因为手工业的收入 不足以维持生计而放弃 去追求和从事其他职业 吴贵德放弃了信息技术行业工程师的工作 专注于传统手工艺村 自在线图书馆页面成立至今 经过15年的默默开展 2020年 返乡项目正式公布于众 成为全国一百多个工艺村的信息介绍和连接地址 每趟旅程都会收取数据 有关手工艺村的文章 照片和视频都获得免费推广 他风雨无阻地多次骑摩托车 从河内来到我的手艺村 有一次他同我们工匠们一起 在陶瓷场熬夜制作产品 亲自体验陶瓷手工艺有多么辛苦 再向国内外游客朋友介绍和分享 根据每个工艺村的需求 我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我的目标是让手工艺村的产品更加精致 不仅是普通的产品 而是能够让越南向世界推广 手工艺作品的宝贵价值 让我们能自豪地介绍 越南这么精致的作品 祖先流传下来的精髓 仍得到完好保留并发扬光大 返乡还广泛开展手工艺村探索体验活动 帮助手工艺村民分享弘扬家乡文化价值 这是为传统手工艺村注入新活力的可持续方式 有助于保护和发展乡村美丽的文化特色 2024年贡献奖颁奖典礼27日外 在河内大剧院举行 表彰一年来音乐领域中的 杰出艺术家作品和节目 也结为国家体育争光天才的出色运动员和教练 在体育方面 游泳运动员软辉煌 以获得参加2024年奥运会参赛资格 第29届亚运会两枚金牌 第32届东运会三枚金牌和一枚铜牌 等引人注目的成绩 融获了年度最佳运动员奖 在音乐贡献奖方面 分为10个类别 来表彰优秀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 其中越南歌手阮德强 获得了年度男歌手奖和年度音乐视频奖 歌手何敏西获得了年度最佳女歌手奖 最后是云南各地的天气预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